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要看它的目的是什么 运用的理论是什么 然后的话就说 咱知道传统的是十二经络加上七经八脉 然后用这个取却的方法呢 有近端取却 远端取却和对应点取却 反应点取却等等 这些取却的方法 那很多人说总是取却 他用的是这个一一部位 二二部位 三三部位 四四部位 五五部位 一直到十十部位 他这个的话跟十二经络不相复 那他这个就不是咱中医的范畴 我想呢 它是这样的 就说黄帝内经素问阴阳阴相大论第五篇 阴阳阴相大论里面讲 顾善真者从阴隐阳 从阳隐阴 以右至左 以左至右 以我之笔 以表之理 以官过 以不及之理 见微得过 用之不待 这个是咱最早的中医著作 黄帝内经里面的原话 讲的就是 从阳隐阴 这个以左 以右至左 以左至右 这个从阴阳 从阳隐阴 以及以左至右 以右至左 这个是最早的 关于这个 这套真法的论述 然后呢 在一九七几年的时候 山东大学张迎秋 教授写了一本生物全息论 讲的也是这件事 最早 最就是跟现在最接近的 就是在这两年 然后山东 不是这个河南中医药大学 曹大明教授 写的这个以上诗一 讲的通通通通 都是这件事 讲的是全息 为什么我这先说全息呢 因为咱懂事齐学里边 用的最多的是什么 脏腑别通 然后 这个以及 就是它的对应点 大家可以想一下 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懂事齐学上讲 大拇指的 这个内侧 这儿是腹磕穴 那同样的 它对应的咱大脚趾的内侧 这块腹磷穴 实际上 它们的效果是相同的 它们用的就是 对应的 这个原理 其实上就根据这个 阴阳的印象大论 咱可以总结出来 无所不应 无所不相 根本就不是 很多人以为的 就说 咱中医的理论里边 只有十二经络 没有其他的 并不是这样子 因为咱针灸 咱针灸的制法呢 咱针灸的这个 这个这个选取的方法 有哪些呢 或者换句话讲 就是咱针灸的理论 咱针灸的理论 第一套理论 就是咱传统的 经络 输血理论 第二套 代卖理论 第三套 就是脏腑别通 理论 第四个 反应点 理论 第五个 是对应点 理论 当然了 以后的话 我会详细的 就是一条一条的 给大家讲 到底是怎么样 一回事 然后呢 其中就说 这个 懂事齐血 主要用的 就是后边 这三套理论 怎么能说 懂事齐血 不是中医的疗法呢 再说了 咱既然说到 它是不是中医疗法的问题 咱就要知道 中医到底是什么意思 中医 好多人说 中国的医叫中医 那我想问一下 藏医 满医 苗医 以及猛医 为什么他们不叫中医呢 而独独只有中医 叫中医呢 因为中医 他秉承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 当时 唐瑶 把这些皇位传给顺的时候 告诉他 遗言的那四个字 允 直 绝忠 这四个字 已经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了 这儿 这个中 不是中国 因为咱知道 咱说姚顺瑜 那个 就是 他们上古的那些圣人 他们那时候的话 只叫善让 那时候没有国家 没有中国的这个概念 然后呢 这个中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中 是中道的意思 简单讲 就是说 我一定要把握住 那个最平衡的 也就是最健康的状态 所以说呢 咱中医就是 把握住了中道 然后力求平衡的一派医 但凡你遵循了这个原则 都叫中医 所以说 我觉得有的人 比较狭隘 当然这个狭隘也是有原因的 然后的话 就说 他所经历过的教育 或者他所 了解过的东西 当然咱 不做评价 因为每个人 有他 不同的经历 然后 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这个 具体的话 以后 我会详细的 就是逐条逐条的 给大家讲 这些到底都是 什么样的意思 好 今天到这 好 拜拜 下期再见 不客气 我会详细的 可是吃 我会详细的 可是吃 我会详细的 下期盐